我怎么好像见过你 你就是上一次到我家打扫卫生 企图想勾引我老公的那个小保姆是吧 怎么着 现在改行碰词了 想要一块钱 我饿我个十万八万的是吧 喂 你说话帮尊重一点好不好 你老公是个流氓 我根本就没有勾引他 还有你啊 女人结婚很重要的 嫁错人一辈子都要后悔 你 还有 我不是蓬瓷儿的 我是这个酒店的员工 站住 你是这个酒店的员工 今天你碰到我算你倒霉了 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偏偏我就跟你有关系 臭丫头 你被开除了 我的酒店容不下你这样的员工 你的酒店 我在这个酒店待了这么多年了 从来就没见过你这好 最好人物 我告诉你 永昌国际大酒店已经改朝换代了 我白牡丹才是这个酒店的主人 你的狗奴才马上滚出我的地盘 你凭什么骂我狗奴才 你敢碰我 我凭什么不能碰你啊 你 你这小天人 你居然敢打我 我为什么不能打你 难道我天生就被你买打的吗 你这 我打 住手 江浩天 你拿着我干嘛呀 你应该拉的人是他好不好 他刚刚打了我你没看见吗 刚才一切我都看见了 你先动作手 行了 你如果不想惹麻烦的话赶紧走 要不然的话 我现在立刻报警 江浩天 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会为了这个女人跟我交接 行 今天这口气我就忍了 不过你等着 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还有你 从今天开始 不要带我的绝对来上班了 滚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真没事 没事 我看看 刚才那个女人说 我们的酒店是她的 怎么回事 商场嘛 风源变换 你不用担心了 我告诉你 这咖啡厅呢 你城堡不会变 还有 没有人能给我自推 懂了吗 想什么呢 没什么 我回家了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路上小心点啊 路上小心点啊 真的不送我 真的不送你 知道了 拜拜 真的不要我送你回去 咱们一家人呐 咱们一家人呐 好久没在一块吃顿饭了 我跟你们说啊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们大家都要保护好咱们这个家 有家才有失望啊 好 什么 金钱呐 工作呀 说没就没了 那是虚的 但是咱们家这个大门呐 永远是向你们敞开的 什么时候啊 都等着你们回来呢 妈 这一话您只说对了一半 这个家呀 不止等着我们回来 还等着以后我们带着 媳妇 老公 孩子回来呢 哎哎哎哎哎 女儿老长进行吗 妈你听听 你大学还没上呢 就想让结婚生孩子了 真是的 对了 学习最近怎么样 要不要大姐给你补补课 好啊 我对数学这一科 就是头头 有你为我离门补一脚 肯定进门得分 妈 你听你什么事 我都还想玩 试试 走啊 哎 二姐 哎 最近怎么没有见到 我的二姐夫呀 什么二姐夫 别瞎说 吃你的水果吧 美西呀 你跟你男朋友 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没有 我跟你说 你选男人啊 一定要务实 爱情固然重要 但如果没有面包的话 你会忙白头的 哎 大姐 这可用不了你瞎操心 说到我那二姐夫啊 论财帽有财帽 论家事 那财力绝对不输给李嘉成 现在呀 我就盼望我二姐夫 什么时候把我二姐娶回家 那时候 我大学毕业了 找工作都不愁了 这么优秀的男人 美西你是怎么认识的 大姐你别听小婚乱说 八字还没一瓶呢 再说了 你不嫁人之前 我肯定不会嫁人的 嗯 听你说的 好像我把你耽误了似的 其实美西呀 没那意思 小婉哪 你也该考虑终身大事了 你条件这么好 这么优秀 你别太挑剔了 别把自己耽误了 你说着说着又扯到我这儿了 我自己的事情啊 我自己有主意 你们不用管 美西呀 你那咖啡厅开得怎么样啊 妈呀 这辈子还真没在咖啡厅里喝过咖啡呢 哪天妈没事的时候啊 到你那儿帮你打扫打扫卫生 擦擦桌子 扫扫地什么的 去那儿干嘛 妈 你这么大年纪了 要是去美西的咖啡厅去帮忙的话 让她的同事知道了 不笑话美西不孝顺的 是吧美西 嗯 嗯 是吗 你腿还没好好吗 好好养养病吧 工作上的事情你不用操心的 就是啊 妈 只要您健康了 就是我们大家最大的幸福 好 我听你们的 妈 我们享幸福 就等着享你们的福了 还有我妈最乖是吧 去学一会儿 白小姐 明天下午六点之前 请你务必赏还六千万银行贷款 不然我们银行将发出起诉书了 王行长 您就再帮个忙多给我两天时间吧 本来那家金融公司 已经答应了贷款两个亿给我 可是我也没想到它临时变了惯 再说这六千万也不是什么大数 就凭我白牡丹 一天之内就能筹到 白小姐 看在你我是多年老友份上 我的提醒你 本来你公司的流动资金就存在问题 收购永仓酒店 更是让你伤筋动骨 你在这样子四处借贷 挖东墙 补西墙 迟早会把你名声搞坏 弄得你自己 几虎难下 我知道 您帮我分析分析 那家金融公司它临时变了惯 我觉得这背后一定是有人在搞我的鬼 你的财务没状况 人家想搞你都搞不了 你和银行打了那么多年交道 你还不了解 无论是银行还是金融公司 他们的办事原则就是 晴天欠你傻 雨天看你爱丽 张浩天 一定是他 东方集团的太子爷在背后搞我的鬼 他一定是想逼得我走投无路 然后把永仓的股权低价转让给他 如果真是东方的太子爷出手想整垮你 我看你这次 没事 我白牡丹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就凭他想整垮我 等着吧 白氏集团无法按时规划银行贷款 看来这会儿 白牡丹非得让江浩天给玩死不快 你说这白牡丹也是啊 哪弄不来六千万 非得为了这么点小事上了报 现在可好 他白市企业以后 再想在外边周转资金 可就难录 你的老相好现在都大内临头了 你还在这说风聊话 你也不想办法帮着帮着 我怎么帮着呀 永仓的股票 赔得我都快脱了裤子了 别说我现在没钱 就算我有钱 我还不帮着 这要是在抗战时期 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 汉奸怎么了 汉奸也得讲智慧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先把小命罢了再说 谁能给我饭吃 我就跟谁亲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白牡丹要是知道 你对他这么无情无义 估计 他得气成黑玫瑰了 江之凡给你打电话 你没什么不接啊 你是不是傻呀 江之凡现在在追你 就等于好几百亿个美金的追你 你干嘛不接电话 赶紧拨回去 你脑残啊 这叫欲擒故纵 要想玩得长远 就必须要掌握主动 董事长 潘小姐的电话还是打不通啊 叔叔啊 你说我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老想着他 吃饭 睡一觉 工作的时候 我统统地想着他 忘都忘不掉 我像个小伙子一样的 越是想控制 越是控制不住 真是一物想一物啊 董事长 这就是年轻人 常挂在嘴边说的爱情 夫人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 你也该为自己想想了 潘小姐人不错 你要真心喜欢她的话 就别顾及那么多 幸福可都是自己追求来的 好 好 好 你怎么来了 你不来见我 我来找你还不信吗 以后 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仔细地想过了 我们不合适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呀 我不想因为我 让你跟你儿子之间 产生裂痕 芝凡 你对我好 我心里都明白 可是我不能自私地 只想自己 而不顾江浩天的感受 我们家浩天脾气是不好 可他心底病不坏啊 他是一时接受不了你 都时间久了 习惯了就没事了 不会没事的 在学校的时候 江浩天就对我有误会 毕业这么些年 误会只会更深 我们俩之间的结 本来就很难解开 现在阴于你 恐怕就更难解开了 芝凡 放手吧 我们虽然不能够在一起 但是你对我的这份感情 我会深深地埋在心里 我会天天想你 心里永远记着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 我不许你说这种傻话 小婉 我的心已经完完全全 被你偷走了 你不能就这么潇洒地 从我生命中消失 我已经到这把年纪了 我玩不起啊 有些事情 明明知道是错的 可还要去做 那是因为不甘心 有些人明明相爱 却还要忍痛放弃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 没有结局 芝凡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成熟的气 还是放手吧 你看看你 明明放不了手 还说这种傻话 来伤自己的心 芝凡 我真的好怕失去你 可是我又不想 造成你家庭的困扰 我该怎么办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你就应该把你自己 放心地交给我 我是你男人 我会好好地保护你的 我会这时间 跟高天好好谈一谈 我会让他明白 你是真心地爱着我 他会理解我们的 可是 可是我还是担心好点 你什么都不要想 你什么都不要想 你就坚定不移地 跟我走下去 其他的事情 你都交给我来处理 知道吗 即使浩天他不介绍你 我还是要跟你在一起 我的后半生 一定要有你 你看 Nothing handing妈咋子 你 opener 我还要ock配 不讶俗